现在买车都不算啥新鲜事了 城市里车水马龙 四家车到处都是 农村里面买车的人也很多 在外的农民工不少也都有了车 既给出行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又赚足了面子 但是有人却说 考虑到实际情况 建议农民工最好别买车 为啥会这样说呢 农民工有没有能力买车呢 当然有 农民工虽然干的是体力活 又苦又累 但付出的越多 回报就越多 比刚毕业的大学生工资高 是很普遍的现象 农民工们生活又比较节俭 所以还是有足够的钱 去买一辆车的 买车不是什么难事 那为啥说农民工最好别买车 一是很多农民工买了车 但不去开 把车放在老家当摆设 农民工的工作量是很大的 空闲时间很少 大多数农民工屈住都是在工棚 所以用上车的地方并不多 在城市里给车上牌照不是容易的 即使在自己的老家给车上了牌照 但在很多城市里 是不允许异地牌照的车辆上路的 所以很多农民工 干脆就把车放在了老家 车就成了摆设 车子放在那不开的话 时间长了是会严重受损的 车子用不上的话 最好先不买 买的也是白白的浪费钱 而是车子的消费太高 买车 养车 邮费等 各项费用加在一起 需要不少钱 虽然现在车子多了都便宜了 但一辆车至少还是得几万 这几万块钱对于农民工来说 算是不小的数目了 因为农民工赚的都是血汗钱 每一分钱都来得很不容易 出去买车子的成本 车子的保养费用 燃油费 保险费等 也都需要花钱 这些费用加在一起得需要不少钱 三是农民工的工作本就很累人 开车会使身体更累 干了一天的活了 累得要死 晚上本来可以好好的歇歇 但开车并不是让人放松的方式 是很耗费体力的 要是还开车的话 就会让自己更累 长期把自己的身体处于透支状态 很容易出毛病的 这样一来就得不偿失了 从这个方面考虑 建议农民工打车 而不是开车 把买车的钱存起来 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总而言之 农民工挣钱不容易 花钱要慎之又慎 到底买不买车 还是都考虑一下现实吧 买之前一定要注意一下 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以上这三点就是小编所理解的 为啥说农民工最好别买车的原因 你赞同小编的看法吗 你觉得农民工有买车的必要吗 欢迎留言 和大家一起交流你的想法